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那么有趣 不如一起吃吧 好 印度的素食 好心健康和灵性发展 所以印度的饮食文化当中 都有很丰富的素食菜牛 为素食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就算他们不吃肉 也有很多好东西 Alex 干杯 干杯 今天很丰富 让我猜一下 这个还不是咕噪肉 咕噪肉 咕噪肉 这家是素食餐厅 那它是什么 就算闻上去也有点像咕噪肉 类似的 不过这个是椰菜花 一刺下去就知道原来是椰菜花 是的 先试一下 很柔軟 酸酸微微的, 很有趣 是… 感觉到有很多不同的香料 在里面 更加一点辣 我现在喉咙有点辣 其实这个是很出名的印度 我们会加一点豉油 豉油, 叫豉油做印度菜? 是的 所以这个是印度菜 中式的, 有一点的 是融合食物 也不是很大, 融合食物 不过加了一点豉油 食素一定有一些包包店 你别说, 我猜到的 这个是饅頭的朋友 应该是印度饅頭 这个是甜品的 吃了这么多东西 差不多要吃一粒豆腐了 对吗? 不好意思, 你坐 坐了? 是 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米饼 我们叫Iglin Ig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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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怎么吃,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 你看到有三个不同的东西 考不了了, 一定是蘸些酱 是不是? 这个是椰子汁 椰子汁 这个是番茄和黄豆汁 那这个呢? 这个我们叫三白 三白是用黄豆和浪黄籽 是一个汁 它完全不是普通咖喱的味道 这个不是咖喱 但是我吃得出很多蔬菜 是, 有点像一个混合了很多豆 和蔬菜的一个酱汁 一定很健康 至于旁边的冬甩形状 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是用米和黄豆做的 是, 我们叫乌达达 我觉得它很有趣 因为它用炸的方式 和米饼有点混合 是 就是外脆内軟 我今次试一下这个椰子汁 其实有点像甜品 是啊 不过其实所有这些汁都有些豆 人家说你怎样可以吃到一些菩提娜 我出生之间都是吃错的 我…我多大 你出生到現在也是Vegan? 是的 不是吧? 真的是吧? 你極少吃過肉類, 還是沒有? 完全沒有, 我一直都說 你們吃酥, 第一, 健康 第二, 更漂亮, 真的 我漂亮一點也要多吃酥 可以的 但是吃了這麼久, 又喝了這麼久 為什麼還沒看到剛才我們說過蛋卷? 不是蛋卷, 那個叫Dosa Dosa? 是的 不如你教我做Dosa吧 好, 我們去廚房之下 好 說了這麼久, 終於可以做這個巨型蛋卷 不是, 是Dosa Dosa是南印度最受歡迎的素食之一 但是它的確切地理起源還是一個米 有食品歷史學家在文獻表明 Dosa在公園一世紀左右 就已經在古代泰米爾國家使用 不管Dosa是怎樣來也好 到今天, 它已經成為南印度人 幾乎每天都會吃的食物了 好,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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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可以… 可以的 其實我們家裡都是這麼大的 看到嗎 稍後等它高一點就炒了 對 其實如果它高一點就可以炒了 很難, 剛才很緊張 剛才我們要做四隻Dosa 你看, 我們要這樣做 而且我很怕它很快就變成熟了 對… 現在可以… 我怎樣剷 這樣剷嗎 這樣剷嗎 這樣… 對… 對, 對了 Dosa Dosa正月了 太棒了 我很棒了 很厲害, 笑甚麼 我真的很厲害, 你覺得嗎 很厲害 我覺得Papar Dosa真的很難 完全不是大家想得這麼簡單 最難的部分就是 放了麵粉後 推得均勻, 又要推得夠薄 然後又很接近這個很熱的火 這件事是覺得… 比較像是心理場外多一點 因為真的很熱 你沒有看錯 這個巨型Papar Dosa粥 不是我做的 真的很有儀式感 還有一個鈴鐺 看到這麼誇張的Papar Dosa 我整四尺這麼誇張 我真的很想一口咬下去 還有打卡, 瘋狂打卡 這個就是我做的 這個就是廚師做的 Alex, 我請你吃 好的, 其實第一次做Dosa 這個也挺不錯 真的嗎? 我欣賞你 廚師做的Papar Dosa真的很薄 為何裡面有餡料? 是甚麼 這個叫Masala Dosa 裡面有咖喱的小仔 真的非常脆 你看看, 像紫薄 但也可以用這個醬 可以嗎? 對 我讓我試一下 有點像薯片 薯片 然後加上不同的醬 就是不同的薯片 很有趣 對 這個真的很脆、很香 不過剛才我在廚房的時候 已經聞到咖喱非常香 來到你的印度餐廳 我一定要嘗嘗你們的咖喱 一定, 印度餐廳一定要嘗嘗咖喱 印度咖喱相信大家都吃過 但原來在印度 你不會在菜單上看到咖喱這個字 因為當地人會叫咖喱 做Masala 即是複合式香料粉 印度人出名 會在不同食物裡加入香料 他們會調配出 屬於自己家庭風味的馬山 你看這裡的香料 真是多到顏色都化 終於來到我最期待的環節 就是印度咖喱加上Nan 這個食物, 對嗎? 對的, 對 但旁邊這裡有這麼多香料 讓我試試哪個好 我先聞一聞 你猜一下 我猜嗎? 你知道這個香料是什麼嗎? 這個當然知道 橡皮、黑椒 紅色一定是…先聞一聞 但不太辣 但我看見這個樣子 我決定猜是辣椒粉 這個是辣椒粉 不過有點特別 我們在印度北邊 有個地方叫Kashmir 那個辣椒的顏色很紅色 很鮮紅 不過味道不太辣 雖然我猜不足夠香料 但我知道大家天氣熱 都會少吃點東西 沒什麼胃口, 對吧? 印度屬於南亞的地方 其實天氣長期比較熱 滿焗的 所以加很多香料 去吃, 例如吃咖喱等等 可以令大家胃口好一點 吃東西也會更多吃 好, 讓我先試試這個辣椒 不太辣 是, 一定不辣 不辣 其實第一, 有很多要求 還有用了一些乳酪 所以… 乳酪是精髓 還很害怕很辣 謝謝Alice 介紹了這麼多素食的知識 還有我現在才發現 原來素食可以這麼好吃 謝謝你 對… 謝謝 我今天最大的取消是… 我覺得老闆很搞笑 首先開始說廣東話 我覺得很好, 溝通得很好 而且很感受到 他對於素食的執著和熱誠 因為其實我也有很多不同 香港素食的朋友 但始終是宗教不同 文化背景也不同 他們不會從小到大 從來沒有吃過肉 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很新鮮 而且你看他牛糕馬大 又這麼健身的樣子 這麼英俊的樣子 就知道原來素食 因為未必會影響著你的體態 素食都可以健康得來 又可以保持肥膜